现在人们社交的机会频率都会越来越多 为了给别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或者在心理上更有优势 人们常常会选购一些高档的服装 名牌 包包 或者昂贵的首饰 当然 经济达到了 就可以去购买一些也是未尝不可的 但是 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微笑 每个男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吧 虽然我是个女人 一个女人脸上所表现的神情 她的表情比身上所穿的衣服重要得多得多 这句话 在给你爱人要买昂贵衣服的时候 可能能用得上 当然 不仅对于女士 实际上对于男士也是一样的 尤其是有一定职位的人 表现得严肃 觉得好像有权威 实际上那只是让人进而远之 我看很多人对他们真皮的包 或者家里真皮的沙发 对真皮是呵护有加 经常去做保养 但实际上最重要的那个真皮 就是我们这张脸 因为一天24小时 你走到哪儿 它都跟你到哪儿 一个经过精心细致呵护的面庞 再加上温馨的微笑挂在上面 让人看实在是一种享受 我们说 行胜于言 就是当你对别人微笑的时候 你就是向别人表明我喜欢你 我看到你很高兴 我前面说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狗狗呢 因为狗特别喜欢见到主人 所以你自然而然的 也喜欢见到他们 这样说是不是 我们张开嘴笑就行了 哪怕是一种不诚意的微笑 实际上不是的 微笑也不能去欺骗别人 如果我们知道 那是一种机械式的假意的微笑 我们心里肯定会厌恶 或者反对反感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微笑 是一种真诚的热心的微笑 就是由内心而发的微笑 纽约的一家 大百货公司的人事主任说 她宁愿雇佣一个小学 没有毕业的女职员 如果她有一个可爱的微笑 而不愿意雇佣一位 面孔冰冷冷的哲学博士 过去我们形容一个人努力 往往会说埋头苦干 实际上苦干很少有真正成功的 因为苦干的意思就是 工作是一个很沉闷 很烦人的事情 那你失掉了工作中的乐趣 难道还能一直坚持做下去吗 或者是即使达成目标 那又如何呢 因为过程还是最长的 我们看到很多领域的成功者 之所以成功 就是他们喜欢去做 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会乐在其中 培养一种快乐工作的习惯 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如果你希望别人 很高兴地见到你 那需要什么呢 你必须高兴地去见到别人 有的人说 我确实觉得自己高兴不起来 那你可以强迫自己笑一笑 比如你现在正在听这个播音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露出微笑 然后哼哼曲子唱唱歌 你要做出快乐的样子 就能够使你感觉到快乐 我们知道人的感觉 是能影响人的行为的 就是你感觉开心 你的行为会露出笑容 同时你的行为也能创造感觉 就是你先做出一个快乐的表情 然后你就会感觉上快乐起来 快乐往往并不是在于外界的情况 而是在于内心的选择 你比如说有两个人 在同样一个地方 做着同样的事情 也有同样的经济能力和声望 而一个会痛苦 一个会快乐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心境不同 所以莎士比亚说 事无善恶 思想使然 白德格是美国一位 非常成功的商人 他多年研究得出 会微笑的人 永远是最受欢迎的 所以在他走进 一个人的办公室以前 他总是停留片刻 回想他应该感谢的很多事 引发一个真实的微笑 然后当微笑从脸上 渐渐消失的时候 进入室内 他相信 这种简单的技术 和他商业上 获得巨大成功 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中国古话也说 飞笑 莫开店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谈的建立 美好人际关系的 第二大原则 保持微笑 我们书友会 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 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